风药离狂怒 额上的清惊暴起怒吼道 传于何人了 冷间冰霜荡出阵阵寒意 直指而下 天心有常 你就不用操心了 百伦结衣淡淡一笑 双手合于丹田 缓缓念叨 来时无计去无踪 去与来时是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是 指此浮生是梦中 此到临头故作镇定 无药可救 应语怒斥一声 知道再也问不出结果 顿时指爪落下 插入百伦结衣的头顶 五道血柱顺着指尖流下 百伦结衣嘴角浮现笑容 安详地闭上双目 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 好了吗 以本作之能 强行搜你的魂魄 根本不在话下 应语 面露猙獰 左手一掌拍了过去 风药离面色大变怒斥道 这老东西的尸身给我 一箭荡下 冰封万里 时空为之一致 仿佛停住了一晚 风药离瞬移而下 冷箭冰霜 就往应语的手上斩去 当 突然一道静气 破开冰封直射而来 正在箭身上 立即展落一空 唯乌牙的修为 瞬间攀升至虚极神经 一手屈指弹出 同时一手握成虎爪 出现在风药离的身后 整个空间 随着他的动作而转 抓向风药离的右肩 改死 风药离大怒 右肩猛然一震 空间之力尽数破碎 面色一下猙獰 画出祸斗真身 头一转 双脚猛然顶出 什么 祸斗 唯乌牙吃了一惊 两道雷电奔系而来 金银双色 不断悬绕转动 长空被撕裂出 两道极深的裂缝 唯乌牙不敢拖大 右手拧掌 左手握拳 呈暴山式轰了过去 一片异色 在拳掌间张开 凌厉非凡 两道雷球 瞬间被轰碎 唯乌牙的身影一闪 就齐声而上 力量攀升至巅峰 轰得一拳砸落下去 浩浩荡荡 没有任何技巧 全凭力量凝聚 往风药离的身上击去 武侠山一战中 他见识过伤得厉害 若是太极风天印施展出来 就麻烦了 故而学李云霄当时的应对之策 抢弓而上 让对方没有任何施展的机会 风药离大怒 冷剑冰霜横在身前 剑身一转 反射出刺目强光 将那一拳之力拦下 但是浩浩权威 轰得健身荡漾 他也手臂一麻 偌大的身躯 往后退了数步 什么 虚极神经 风药离吃了一惊 见维乌亚再次逼躬而上 猛然身影一闪 就从原地顿开百丈 再闪之下连退千丈之远 维乌亚这才一颗心放了下来 修为境界瞬间跌落回掌天境 他也不想和对方疏死搏斗 只要拦住别影响应语便可 风药离退开后 站在千丈外便回人身 阴沉着脸 看着应语搜百轮结衣之魂 一道道黄光 从百轮结衣的脑海中荡出 各种零散的碎片记忆 如浩瀚烟海奔袭而来 应语不敢大意 那些记忆碎片上 掺杂着大量的太初之力 他意识如履薄冰 火中取栗 小心翼翼地读取着那些碎片 突然 一阵恍惚的景象 在双眼前拂过 只见百轮结衣 手持金杖 正打开时光洪流 在推演天数 同时 一块碎片上 散发出极强的青色之光 白云流转 天地异色 应语浑身大颤 猛然睁大双眼 努力地观望下去 碎片当中 景象立即收了回来 随后便是百轮结衣 取出一枚拳头大的金简 将信息烙印其上 随后的讯息 破碎不堪 分踏而来 应语大吉 不断地搜索下去 玉碱 金色玉碱 在哪 在哪里 突然 他瞳孔皱缩 终于 在一小片 记忆的景象上 看见 那金色玉碱 在一人面前 疏然破碎 化作无数点点 金芒 消散天地 轰 突然 一股浩瀚之力 卷起那些记忆碎片 化作龙卷风 崩溪而来 直接灌入 应语的灵台石海 应语 猛然惨叫一声 双手从百轮结衣的脑中 取出 捂住自己的头颅 他双手上 全是刺目的鲜血 立即污了双耳和脸颊 变得面目可憎 抱头身影 长空上 风耀梨猛然大笑起来 痴声讥讽道 跳梁小丑 不自量力 嗯 该死 该死啊 该死的百轮结衣 该死的金色玉碱 是谁 到底是谁 掐碎了那玉碱 应语 暴怒不已 双目睁着通红 猛的身躯一抖 幻化出一条金色的龙尾 打在百轮结衣身上 将他的尸体积得粉碎 那条龙尾 由金芒凝成 一击之下就消失不见 只剩应语抱着头颅 站在原地大口喘气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 一切都是百轮结衣布下的陷阱 故意留了一些模糊的讯息 在石海当中 让自己深陷其中 而就在最关键处设下机关 凝聚最后的太初之力 化成风暴 重创自己的神石 百轮结衣自然也知道 这点手段不可能杀了应语 只能算是小城大戒 也作为冒犯他尸身的一种反击 嗯 该死 该死啊 应语再次仰天大吼 身上不断有龙银闪现 四周一片地洞山摇 所有人都在这股威压下 感到振振吃惊 特别是罗青云 脸色苍白如指 他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眼前这人绝对是真灵一般的龙翼 否则绝无这等可怕的龙威 哼 爬虫就是爬虫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风药离毫不留情地讥讽起来 满眼都是幸灾乐祸 哼 我是爬虫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连自己老婆都能炼化到剑里的人 现在更是变得人不人 妖不妖的 谁才是可怜虫 应语慢慢地稳定了一下心神 这才抬起头来 反唇相激道 不管怎么说 我也算是他的敌人 他的确没有理由帮我 而你呢 可怜可悲的是 同为太初一脉 百伦结衣 宁可将太初真诀传给外人 也不传给你 这个他曾经的失地 风药离大怒 双目中喷出火来 怒视了一阵 冷冷地讥讽道 哼 我可怜 就算我再怎么可怜 你都别忘了 我也是身怀太初真诀 最后一层功法落入谁的手里 本座同样可以推算出来 而你呢 哼 却永远失去了知晓那地方的机会 就慢慢地等待天道抉择 将你扫进垃圾堆里吧 应语一愣 随即呆滞了一下 这才露出恍然的样子 双眸放光地盯着风药离 激动地说道 你不说 我还忘了 你可是百伦结衣的师弟啊 当今世上 除了那捏碎玉剪之人 也就只有你 能算出那个地方的坐标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风药离讥讽地看着他 吃笑道 推演之术 即便再普通 也会招来惩罚 若是窥视天道的话 便会引出天乏灭身 我就连推演太初神诀所在 都舍不得好自己的寿源 更何况是你说的那东西 百伦结衣可是吞吃过三生果的人 再将自己封印于永生之界 寿命远远不止于此 必然是推算了那个地方 这才招来了天罚 直接被砍掉了剩下的寿源 你认为 我会舍己为人 用剩下的寿源 帮你推算吗 印语沉默了一阵 这才说道 世上知识没有不可能 只有付不起的筹码 也许我能拿出你所需 也不一定呢 笑话 风耀离讥讽道 什么筹码能打过自己的性命 只有百伦结衣这种蠢货 才会忍不住去触犯天道 要知道太初神诀的本意 只是掌控时间之力 乃是一种绝强神通 可太初一脉的这些傻子 却用他来窥视过去未来 与天道为敌 活该他早早死掉 百伦结衣可是有信仰的人 岂像你这般自私自利 印语没好气的怒哼了一声 讽刺了起来 风耀离忍不住大笑 眼中充满了激风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 怎么就那么搞笑呢 我看你以后被天道废成了垃圾 还可以靠讲笑话逗乐 来维持生计的 应语一想到这事顿时心烦意乱 而风耀离实力之强 自己根本逼迫他不来 就算是联合为亲父子将其情下 那推演之事的确伤及受缘 怕是他宁死也不会从 而等价交换的话 这世间能有何物等价得了自己的性命呢 特别是对于风耀离这种自私自利 完全没有信仰的人而言 自己的命就是天 大于一切 是绝不可能为他人而牺牲的 风耀离大笑树生之后 收起冷箭冰霜 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 维青等人皆是平静地看着 势不关己高高挂起 而且维乌芽虽得了好处 但也履行了诺言 出手将风耀离拦下 现在正捧着那阴阳二气瓶 笑得合不拢嘴 不对 应语突然叫了一声 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 顿时双眼当中射出精芒来 就好像一个死人突然复活了似的 哼 不对 不对 还有人可以推算出来的 刚才百伦杰一说 太初真觉已经传给了他人 那么得到传承之人 也就继承了九药心脏 同样有能力算出那地方所在 英语的眼里不断冒光 盯着风耀离远去的方向 寒声说道 现在就等风耀离算出那人是谁 而且我还得防着他将那人杀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